雲端部分的話 第一個我們一樣到02 02的部分找到Excel的題目 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主要可以學習到哪些部分的技能 然後其實這部分當然 我先講過 你如果想要找相關的考試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 www.tqc.org.tw 這個網址 當然它裡面就有我們現在上課的 認證內容裡面的有認證科目 其實它有這麼多認證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時間 假設你可以取得相關的證照的話 當然對各位將來就業是有一定的幫助 至於要考哪一些 以目前我們來看 目前教的東西基本上就是 其中以前的就是電腦簡報 電腦簡報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就是教這個 兩題有沒有 兩題的話 考試時間它是40分鐘 把兩題給做完 兩題 每一題20分鐘 不過這個是實用 只能於是第一階段的 當然你如果覺得這個題目太簡單 你可以在進階 進階的話考試題 專業的話 除了考試題 試題都是四類 裡面各抽一題 1234 四類 然後它還考選擇題 20題 這個學科就是選擇題 將來會頒發證照給你 所以將來會有顯示出來 你是取得簡報的實用 還是進階 還是專業 以專業期 當然最高等級 今天的話 我們接下來看就是 簡報 文書處理Word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另外的話 其他 甚至是打字 打字它也有認證 也就是說 如果你去報名的話 它這個打字 如果是實用級的話 實用級它是什麼 輸入的字數是29個字 等於30個字以下 是實用級 一分鐘 所以你可以測測看 假如說你打字速度一分鐘 不到30個字 它就翻一個實用級給你 進階級的話 就是說80個字 80個字以內 到30個字 就是所謂的進階級 一般人其實要進階級 不是很困難 但是專業級 就是要80個字以上 所以你如果一分鐘 可以打超過80個字的話 它這個考試怎麼考 其實蠻簡單 它會給你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就開始 一直打 然後它沒有限制說 你用哪一種輸入法 不過我看到 好像打字最快的 就是無蝦米 無蝦米打字 其實是應該就倉結 那助音的話 助音能夠打到一分鐘80個字 是應該還蠻困難的 所以也許如果你想 在畢業之前 拿像這種證照的話 也許可以 還有音打 還有日文輸入 甚至還有數字輸入 數字輸入比較像做會計的人 可能要打數字非常快的話 我們後面要介紹就是電子四算表 Excel 一樣它這邊的話 實用級就是 考前三類的各一題 也就是102到110 202到210 302到31 也就是各抽一題 三題的話 考40分鐘 OK 再來就進階級 考五題 沒有學科 那專業級的話 就是 等於是 第一類到第五類 裡面就各抽一題 理論上 不公開的 這個 這個祕密應該就是 實用跟進階 好像只有考雙數題 不知道這個規則有沒有改變 專業級的話 就是 單雙數題都會考 OK 機格分數是70分 也就是說你如果70分就拿到證照 那你考100分 考70分都是有證照 不過你如果考69分那就沒有了 OK 如果考69分就應該是會非常難過 差一分而已 OK 這樣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一下 裡面大家考哪一些東西 其實它版本有2013 2016 2019 最新的 2016就是我們現在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練熟 你可以去參加報名相關考試 它是2010 如果你這邊好像 不過2010可能 將來應該慢慢會把它移 可能慢慢就沒有了 OK 其他還有就是說它有相關的證照 就是說如果你考了這個這個這個 比如說你考了Excel的X2 2的話指的是進階級 Word的實用級 然後PowerPoint的進階級 再加上物聯網智慧應用 及技術這一張 那你就會換一個人員別證 它到時候會再給你一張大的證書 然後上面好像有一張小卡片 就是讓等於是換證的概念 就有點像疾疾疾 你就可以看 比如說你假設 未來比較想要從事的是什麼 從事的是企劃人員 有沒有 那你可能需要 這個試算表要第二級 就是進階 然後文書處理要第一級 簡報的話要第二級 可能它要考這一張吧 或其實這兩張其中一張 網際網路、行動通訊 或者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 OK 你如果這四張都拿到的話 你就可以換一張專業企劃人員的證照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請各位先把證照題目先開起來 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總共會有1、2、3 第三類在這邊 第四類、第五類 它總共有五大類 不過因為我們這次旗課程應該沒辦法講那麼多 不過我們看基本上應該1、2類把它講完 我想應該時間差不多 那第三類的話可能就看中 如果你1、2、3類都練熟了 其實你就可以報名參加考試 我是建議你在畢業之前 如果可以取得相關證照 那應該對各位將來就業是有一定的幫助 不然的話每一個人的B.A.證書就是一張陽春的大學證書 那其他怎麼證明說你有沒有其他的專業技能 那其實將來你要找工作 容不容易其實跟你會的專業技能其實有相當大的關係 還有跟你的那個領的薪水 其實也跟你專業技能是成正比的 OK 所以如果將來你希望你可以做到像什麼 錢多四少離家境的話 可能你要真的要兩把刷子 那我跟各位講過像這種證照 基本上 我跟各位講過像這種電腦類的證照 我那天算了一下 我大概拿了30張 OK 這些相關證照 基本上我大部分都口過了 OK 當然我還有擔任過那個監評人員 就是監考 然後評分人員 另外等級命題委員我也擔任過 OK 所以其實對於證照 應該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想說老師 你常說考試證照有沒有用 其實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是信心的建立 基本上就夠了 至少我覺得你對於電腦這項技能 你應該比較問題就比較有信心 其實面試的時候有沒有信心也很重要 OK 面試的時候我覺得你要養成那個 讓人家感覺 哇 你這一問 馬上就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召氣 然後主動可以提問題 完全感覺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請各位 第一步 待會兒先會看一下 總共這兩類裡面 因為到底可以學到哪一些東西 第一類的話就是基本函數 跟什麼格式設定能力 基本函數 簡單哪一些函數 像基本上這個 這個也有提到 上加總 Average平均 有沒有 Average A Average If等等的 相關的這些都簡單的基本函數 第二這個底下還有格式的設定能力 包括哪一些 像儲存格修改 樣式等等的這些 你會不會 第二類的話就是什麼 資料編修跟列印能力 這邊多一個列印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些資料的修改 OK 然後等等的相關 第三類的話基本上就是統計圖表 特別注意現在還蠻重要的 因為老闆最後要看最後的統計的圖表 也就是你要做報表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做 這部分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那怎麼去使用像圖表精靈等等的 甚至是樞紐分析表 這你有沒有辦法做 其他像進階 進階資料處理 分析能力 像什麼 排序篩選表單小記 這相關的 還有像第五類的話 跟進階函數 陣列設定 進階的列印能力 這有沒有辦法做到 OK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個第102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 1先生會把題目打開 2的話把這個練習題下載 並且看一下題目 然後把練習題的102題打開 這邊會有個EX D101 所以將來如果存檔就EXA 然後後面加102就可以了 EXA 就跟之前一樣的方式 首先打開之後的話 這一集 它這個是高爾夫球的打個甘術的統計 這個是歷年來 應該是冠軍 這個人 冠軍的人 應該也有 應該有老虎舞癡吧 OK 等等的這邊 然後裡面的話 18棟它打幾竿 有沒有低於標準竿跟高於標準竿幾竿 它的一個排名 然後36棟打幾竿 然後54跟72 可是問題這個資料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太黑白了 然後格式設定上面好像感覺就是太陽春了 那這一題基本上就是希望你把它變得彩色的 OK 看起來是更加的漂亮 而且蠻容易一下就知道到底你要表現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最後完成 它是黑白的 將來我們就按部就班分別完成 另外的話 它這根題目 還有做一個題目的說明 這有一個意境 這意境就是 這個什麼 常勝高爾夫球場教練 想分析從1934年到2009年 這個美國的高爾夫名人賽 就是第一名的成績 穿綠俠客 OK 然後四天的比賽中 前三天的成績 要用這個來表格式化 然後藍色的直條越多 表示甘數越多 那最後一天的總成績高於標準甘 標準甘就0 低於標準甘 然後用什麼 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數字 不太能夠馬上一眼就知道 到底是多還是少 但是用圖的話 就會非常的直覺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就把題目打開 然後總共會有1到8級 八個問題 分別把它做完 把它存檔就可以 存檔 存檔特別注意 其實 當考試它要做兩個動作 不過我們練習的話 儲存這個就可以 這個的話就變成EXA 你把它存成01 01把它改成102 好 這邊把它改成102 存檔 OK 請各位先把題目打開 然後稍微把1到8級裡面 到底要做什麼 分別了解 那我們在暗部就班的把這些題目做完 把他給我們的資料 由黑白的變彩色的 由看起來非常陽春 然後變得至少上面是有圖案 比如說有一些多跟少 不需要說一定要看數字就可以知道 上面乾數的多跟少 然後誰的成績好跟壞 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這樣的話 將來你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給你的老闆看 老闆覺得好清楚 不要說你給他一個很陽春的東西 要看半天 比如說你要給教練 你也許是教練的助理 OK 然後他可能看著說 你這資料怎麼看起來 這陽春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如果你希望他看起來一目瞭然的話 可能你需要做一點顏色的設定 另外的話 你需要把本來是數字的部分 用圖來表示 所以現在有這個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所有的軟體 最後就是用視覺化 也就是將來給一個圖就好 不是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數字 一堆數字看得很辛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